好,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讲到 以色列如何将多个储存额资料合并 刚刚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有没有 它希望在什么 ABC三栏的资料中间 加一个X乘号符号 在C跟D中间 加一个除号符号 这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种方式 叫做余公宜善的方式 什么意思 余公宜善方式就是这个 AY&X 前后要加双括号 在&B1&X 再加双括号 在&C1& 双括号斜线除号 &D1 这种叫余公宜善 万一家你蓝位越多 你要打的越多 前世漏漏等 那这时候往下拉 它就会把每一列 的中间 ABC三栏 两栏中间都加一个什么 打的乘号 然后CD两栏中间都加一个斜线 这样是最慢的方法 但是呢一般人都看得懂 一般人比较容易学习的 另外一种是用这个 TSTJOIN 这个是呢比较快一点方法 什么叫快一点方法 就这里 我们原来说 我们要蓝跟蓝 ABC三栏中间 我们要一个什么 X嘛 乘号 所以我这边就打一个乘号 然后来范围是什么 A1到C1 就是 A蓝到C蓝的中间 都要加一个乘号 就看得到 有没有 好了以后呢 再干嘛 再用& 自己再用一个&斜线 都用双括号框起来 &D1 就会变成干嘛 两个层 一个斜线 就出来了 往下拉 也一样 都可以做出来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蓝位越多 它的效能越强 但是呢 蓝位越少 其上你用干嘛 跟你用这样打 鱼工方式是差不多有多少的 差不多有多少 另外呢就有一个 他学生又提了一个比较特别 他说我跟他在同一格里面 同一格里面 你要把三列的资料全部抓进来 那怎么抓 那这里面就要用到 两个方法 我要切函数的 切函数先跟你解释 先用以辅判断 A1到A3 是不是不等于空白 如果不是空白的有没有 我就要干嘛 A1到A3 鱼工法 就用A1到A3 用这个鱼工法什么意思 蓝跟蓝之间打差 A蓝B蓝C蓝 这边打差 那C蓝跟D蓝中间用斜线 先把它都做好了 这是原来的鱼工法 鱼工法 然后再用什么 TSTJ或IN干嘛 把它中间 因为它用逗号分割 所以就这边加逗号分割 分割以后 这边收到这边 它会干嘛 第一列处理完 然后就用逗号一次 第二列再处理完 再逗号一次 然后再来第三列 所以就变成干嘛 你看到的 第一列的资料 逗点 第二列的资料 逗点 第三列的资料 这样子 所以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